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湘土》邀您走进云南腾冲看圆华的婚事 今天咱们要走进的是腾冲县的胆渣村 一个立宿族聚居的村落 那里有一户立宿族人家 正在为一个小伙子的婚事奔来走去 听说那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胆渣村位于腾冲县西北角 坐落在腾冲境内海拔第二高的狼牙山脚下 五月这里进入了长达六个月的雨季 我们狮子组傍晚抵达的时候 天上正飘着毛毛细雨 蔡文宝是村里的乡通 忙完了上刀山下火海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中 家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 今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等待着他参与 蔡文宝有三个儿子 如今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 小儿子也到了试婚的年龄 他们今天请来了家里的长辈 商讨小儿子的婚事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 小伙子叫蔡元华 今天大家商讨的就是他的婚事 元华看上了村里一位美丽的 立宿族姑娘蔡传波 姑娘的美丽与温柔 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 怡家里的这两个儿子 按照隶宿族的传统 当男孩看上哪家姑娘的时候 要由他们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人去上门说亲 然而他们先要去的却不是女孩家 而是女孩的舅舅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们隶宿族有句古话 是这么说的 问植物里面什么树最大 说是竹子最大 然后问动物里面什么动物最大 说说鱼最大 问长辈中谁最大 说旧旧最大 所以先必须要正在旧旧的同意 因为它最大 这个是一层一层 第二个 以前在旧社会是可以表兄表妹之间 可以结婚的 正在旧旧的同意 不嫁个表兄为了表弟之后 才能嫁个别的男孩子 是这样 所以咱们在提前的 必须要去先喂一下旧旧家 要不要让给我 这个征求舅舅同意的过程 在当地叫让亲 就是让舅舅将侄女让给自己家 解放后早已杜绝了表兄妹结婚的情况 然而为了表示对婚事的看重 对长辈的尊敬 依然会先去旧旧家拜访 对长辈的尊敬 我那些赞是你们的赞是 赞是自己的赞是 我这些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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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跟妳 death过去 也就是,但是我们能相信 我们的数据,我们能喜欢 也许我们árias后,可能真是 我们 只好 没 tensions 我们也能不能 跟我们有凸直死吃 esto 我们下一个人方不ción 得到了舅舅的支持 袁华的父母开始忙活起提亲的事情 提亲要准备的东西看起来很简单 两瓶酒 两条项链珠子 项链珠子是隶宿族女人的装饰品 女人佩戴项链的多少与色彩的艳丽程度 都反映着家里的经济实力 在过去提亲的项链都是祖传留下来的 非常贵重 做好了准备 袁华的家人向女孩家出发 提亲需要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人带着他们上门 见面简单的寒暄过后 他们道明了来意 听说来意过后 女孩的父母也要将自己家族有威望的人请过来 表示对事情的慎重 表明了诚意之后 男方家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酒和项链 如果女方家长接了过来 则表示女方的父母同意了 然后母亲会拿起项链给自己的女儿戴上 如果女孩同意戴上项链 就表示女孩本人也默许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女孩本人拒绝了 这让在场的亲朋有些哭笑不得 但他们心里明白 女孩为什么拒绝 那你们今天这个提亲算是成功了吗 没成功 但成功了一大半了 就是父母同意了 但是女孩子不同意 对对对 那女孩子不同意怎么办 她那应该是要考验我吧 等着想办法吧 再想办法获得她的肯定 对对 那我祝你成功 在利素族提亲 被女孩子本人拒绝 不是稀奇事 女孩拒绝的本意 大都是想要多考验考验 男孩的诚意 接下来就要看男孩子的表现了 当天下午 袁华就带上一位要好的伙伴 登门去找她的心上人 门打开了 袁华却没有见到一中人 等待她的是一群传播的姐妹 姐妹们表示 想见到传播 要先拿出诚意 把酒给喝了 在姐妹们连劝带罐的战术下 袁华喝了一杯又一杯 这诚意是拿出来了 可她也因为不胜酒力 最倒被朋友摻回了家 最终也没见到心上人 不知醒来的她会不会因此而懊恼 第二天清晨 我们编导再见到袁华的时候 她正若无其事地摆弄着一个竹篓 对昨天发生的事情闭口不提 而我们编导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这个竹篓到底是什么用途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一会你就知道了 一会就知道 对 那今天还去女孩家吗 还去 还要去 对 那这个算是能用上的吗 应该算用得上 去女孩家要用这个 对 看来昨天的失败没有打击到袁华 今天她叫上了更多的朋友给她助威 可他们出了家门 却并没有往女孩家去 而是走进了山里 此时我们编导才知道 这个竹篓原来是用来捕鱼的 这是隶宿人传统的捕鱼方式 在水中建一个水坝将水流截住 水流上方就形成一个水塘 再在水坝上安装几个溜桶 这里就成为了上游水唯一的出口 将竹篓在溜桶上绑住 放水的时候 鱼儿自然顺着水流进了竹篓里 只是说好了要去姑娘家 他们却跑来这里抓鱼 让人有点迷惑 然而下了竹篓之后 他们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更让我们编导彻底傻了眼 半山腰上一座石头 砌成了一个枣池 池里的水冒着腾腾热气 这就是腾冲县赫赫有名的温泉 据统计腾冲境内有88座火山 99处温泉 温泉就成了当地村民的乐园 圆滑的心上人还没有答应他的提亲 眼下他却和小伙伴们在这悠闲的细水打闹 真替他着急 而他却好像已经胸有成竹的样子 丝毫都不担心 泡温泉的过程中 河里提前放下去的鱼篓 应该也有了动静 一群小伙子又忙着赶去收鱼篓 看起来他们今天的收获不小 而其中一条外形很奇特的鱼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这种是什么鱼 上树鱼 上树鱼 会上树的鱼 他会爬树 这还有一条 我看抓了挺多这种鱼 圆滑告诉我们编导 这种上树鱼是他们这儿的特产 由于它的肉质细嫩没有融刺 也被列为餐桌上最美味的鱼 而圆滑他们此番抓鱼 也让我们编导联想到了 他们是不是准备将鱼送去姑娘家讨他欢心 收了竹篓取了鱼 他们开始往村里走去 事实证明我们编导又一次猜错了 这里的人们面对心爱的姑娘不知所措 想要将心上人取进门 为何却先要问得女孩舅舅是否同意 得到家人的赞同 却意外被女孩本人拒绝 拒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含义 利素素的小伙将如何展开爱情公式 本期相苦 本期相苦 邀您走进云南腾冲 看圆滑的婚事 你现在洗的这个是什么呀 是我们这边的火山石 火山石 火山石是火山爆发后 由火山玻璃 矿物与气泡形成的非常珍贵的多孔形石材 在腾冲有大量的火山石 通常用来搭建房屋 也有人用它们雕刻成工艺品 而在圆滑这里还有别的用途 这个是刚才你们补的鱼是吗 对 是的 然后现在是用辣椒一些调料把它们给拌一下 对 腌一下 给它入味嘛 这个 那这感觉是要吃饭呀 对对 那你们吃饭怎么不回家吃 跑人家姑娘家门口啊 就故意要在这吃啊 我们 为什么 在这里等它嘛 因为它都不出来 然后就在这吃饭引起人家关注 对对对 原来上午所有一切都是在为了现在做准备 袁滑和他的朋友们就这样大张旗鼓的 在姑娘家门口支起了摊开始了野炊 烤肉的香味飘散开来 惹得我们编导也忍不住想要尝上一口 尝一口来 哇好嫩 好吃 真的吗 嗯好吃 特别好吃 好吃是吧 你自己叫安那米 哦安那米 安那米 好吃 特别好吃 东西虽好吃 但袁滑他们的心思并不在此 他们时不时的回头往姑娘家的方向看去 非要弄出大动静让传播知道 用袁滑的话说 他是在表决心 如果传播还不答应他 他就要天天在他家门口等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的举动终于引起了传播的注意 这让这群小伙子兴奋不已 然而害羞的传播却并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一眼就匆匆的跑开了 小伙子们等来的却是他的姐妹 哎 哪天给他司了仔 他 待他给撤了 RPM 还给他的撤了 abusive 鸣不 triggers 那他吃了一盒我 gucken去我 爱咱也洗 等2811 勺我 这只对我骞我也 这吃了一盒咋我怎么骞我也 这这是你 这些叫我也 听说传播跑去了山里 小伙子们顿时慌了手脚 扔下筷子就往山里跑去 腾冲进入雨季 经常是刚才还晴空万里 瞬时间就乌云密布 下起小雨 袁华和他的朋友们 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传播 却被一位姑娘拦住了去路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考验 等待着他们 看着远处一排姑娘的背影 要从中找出哪个是传播 猜中了传播就会答应袁华的提亲 猜错了就只能喝酒 在立宿组 姑娘们会用这种方式考验男孩子 错了一次又一次 喝了一杯又一杯 袁华终于找到了他的心上人 袁华高兴地跑了过去 如果姑娘让他背起来 就说明答应了他的提亲 而作为见证 两个年轻人则要按照传统习俗 互换信物 终于获得了心上人的肯定 袁华的喜悦溢于言表 回到家中 袁华并没有闲下来 而是随着家人再次来到了女方的舅舅家 在立宿族的传统习俗中 当女方家里答应提亲之后 要去感谢让亲的舅舅 并且要请来媒人一并表示感谢 按照立宿族的传统 南方家要对女方家的祖先敬酒敬香 酒和香都由南方家带来 表示对祖先的尊敬 这一切流程结束之后 他们便可以去女方家定亲 在立宿族 定亲又叫套八字 在这一天 南方家要去和女方家谈论婚妻 并在女方家吃一顿饭 做饭的食材和厨师 都要由南方家带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袁华的家人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套八字要带的东西 如今看起来都很平常 而在过去非常的珍贵 甚至要费很大的财力和功夫 才能凑齐 辣椒 食盐 酒和大米 除此之外 为了表示诚心和重视程度 必须要杀一头当地的小耳朵猪 蔡文茂是袁华家请来的亲戚 主要负责蔡瑶的制作 这里边现在炒的都是猪的哪些部分呢 头 脚 下水 都是铲子全部油 就是杀完了之后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放进来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 猪身上最好的部分要留给女方家 剩下所有的肉则全部做来招待帮忙的亲朋好友 将肉放入锅里加上辣椒 草果面等调料不停翻炒 在过去生活条件不好 难得杀一整头猪 所以食用的时候 也会尽可能地把能吃的部分保留下来 现在闻起来就已经很香了 那现在这样炒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吗 还要炒一回 猪血炒一回 还要再放猪血炒一回 等到肉里的水分全部炒干 再加入猪血翻炒 出锅时候加入葱姜还有薄荷叶 这一锅猪血肉就是利宿人最传统的吃法 今天对于袁华的家人来说 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忙活了一上午 此时带着喜悦的饭菜 吃起来更香 午饭过后 袁华一家带着礼品向传播家出发 再次进门 传播没有像上次那样躲在人群中 而是害羞地坐在了袁华的身边 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 此时他们俩就是一对 夫畅夫随的小夫妻 袁华通过了心上人的考验 也获得了家人的认可 今天则要商讨他们的婚事 与此同时 厨房里蔡文茂开始张罗晚上的晚餐 今天袁华家特意将他请来制作宴席的菜肴 按照当地的习俗 食材全部由南方家带过去 而宴席中最不可缺少的 就是那两块上好的猪肉类排 今天蔡袁华要做的是油炸小耳朵猪 这对猪肉的品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小猪肉不在炒光子 五十斤一超过五十斤就不好吃了 就要小猪不能超过五十斤 到二十斤以上五十斤一下 大就又变味了 为了追求鲜嫩的口感 所以猪肉不能太老 这对于猪的大小就很有要求 在利素人看来猪养的太大 肉就会有味道不好吃 所以他们爱吃小猪 在猪肉里加入葱姜辣椒盐等调料 为了增加香味 还会再加一些菜籽油 拌匀之后腌制十分钟就可以下锅去炸 葱姜经过高温油炸散发出了特有的香气 并随着高温渗入进了肉里 小猪的肉质嫩 不能炸太久的时间 表面金黄的时候就要捞出 防止炸得太老 影响口感 特别香 这个油份已经被炸干了 然后表皮是脆脆的 焦焦的 刚才腌的时间也很充分 料都已经完全入味了 傍晚时分 传播家的小院里热闹了起来 这意味着大人们已经商量好了婚事的具体细节 袁华这几天的苦恼和奔波 都在这顿晚饭中得到了慰藉 立宿人爱酒爱热闹 在当地更有一种三弦异响 脚底发痒的说法 意思就是只要弹奏起乐器 这里的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节奏跳起来 这样喜庆的日子里 又怎能少得了歌舞的庆祝 晚饭过后 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伴着音乐跳起了舞 而今晚的两位新人也被团团围住 喝下了一碗满载祝福的童心酒 此时的一碗酒不会让袁华像之前那样醉倒 但我们相信 他的心早已经被幸福包裹 沉沉的醉了过去 想不到了 在立宿族 你想要结门亲 那前后得折腾这么多趟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 他们对于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的传承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民族文化才得以保存 并且会长久的流传 也让我们祝福袁华和他的心上人 幸福美满 也祝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了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白色的枇杷令人垂涎欲低 高山上的蓝莓已经开始采摘 附生在树上的石湖长势喜人 城中木谷的寺院飘出一缕缕的茶香 白墙带瓦的古村 人们还按过去的方式生活 农历四月的新安江令人流连忘返 下期乡土走进浙江的建德 看当地人们的生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